HELLO 了世紀天鹽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兇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一下紅色選擇的文明是兇人 兇人最大的特色是他不需要蓋任何房子 一開始開局就是200人口 雖然你常常忘記蓋房子 卡房子卡到懷疑人生的話 兇人可能是很適合你的文明 兇人本身是一個馬功文明 城堡時代有九折馬功優惠 帝王時代則是有八折 到帝王時代還可以轉出遊俠來打 也是蠻厲害的 他最特別的單位是他的達拉和騎兵 達拉和騎兵比遊俠的遠方多了一點 而且他拆建築物特別快速 所以我會把兇人當作是一個高速拆家文明 他拆家速度跟拆城堡都很快 你喜歡用騎兵無腦A過去 然後速推不喜歡出工程器的話 兇人可能也蠻適合你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從黑暗時代開始 城鎮中心跟碼頭都有工作效率的加成 不管你是要產村民還是產漁船 這個速度都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波斯人的工作效率是連生石袋 還有織布技術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提升速度的 所以波斯人的經濟來說是一個蠻不錯的文明 這也是我比較推薦大家去練3TC運轉 然後邊出兵邊打架的時候練的文明 推薦波斯大部分的打法都可以打得到 像槍兵還有弓兵騎兵都是玩得到的 而且波斯人他的駱駝也是可以出的 他是同時有遊俠又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波斯人的遊俠已經被取代了 被這個薩瓦爾騎兵給取代 那薩瓦爾騎兵他是比遊俠少15滴血 但是遠防多一攻速加0.1 所以整體來說波斯人是可以打一般的遊俠的 而且對抗強弩只需要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強弩 非常厲害的一個騎兵單位 那波斯人後期也可以打無限攻兵戰術 那這部分有看到我們再繼續來講解 那目前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一個超級隨機 那目前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這個木牆 在這個地方 那有點像是這個什麼 藏身之處的感覺 那兇的這邊是開局也是兩隻肉馬 波斯也是兩隻 那開局兩隻肉馬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就有點多了 可以趕快高速敲破這個木牆 那最近的超級隨機的地圖也是蠻有趣的 可以看到可以出現一些蠻特殊的地圖了 那中間這個池塘的部分是沒有魚的 這是青苔路應該算沼澤 那這個沼澤我記得還是可以蓋碼頭 那主要是蓋碼頭可以造這個自爆船去炸對方的兵 所以亞美尼亞人 在這張地圖點一下銀罐好像挺蠻好玩的 哈哈 好我們現在稍微加速一下 這張超級隨機喔 看起來跟一般的阿拉伯區別並不是非常大 只是黃金更多了一點 這邊黃金是七坨 這裡也是七坨 這邊是四坨 這邊也是四坨 所以感覺可以更多打一些黃金兵去交換 不用去硬要轉垃圾兵 全轉黃金兵種大撒幣去打一下好像不錯的 好石頭也是喔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好那我覺得這種地圖 特殊地圖裡選擇的戰術選擇是更重要一點的 那像這種有一開始就有木牆阿 可以選擇打法是一個18P塔弓阿 不然就是打一個23P加2 趕快黑跳層 趕快跳上去會比較好一點 那波士這個文明喔 他要黑跳層其實算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他的TC工作效率很快的關係 通常要到24P左右 會跳層會比較穩定一點喔 唉唷 那他這邊是打一個23P黑跳層 哇塞剛講完就被打臉了 我個人覺得24P會更穩定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工作效率實在是太快了 他這樣上去可能 有點難喔 我覺得他肉可能會不太夠 黃金也是 還是他其實沒有黑跳層 是我的會錯意嗎 唉唷 小龍魚要來打塔弓嗎 21P升風劍 然後轉裝甲 前面補了一個射箭場 還有一個早期前要 那波士果然這邊上去 再按兩P 按三P喔 那他這邊跳層能跳得上去嗎 四隻裝甲過來 洛瑪打不贏喔 趕快來一村讀口 好 國民出來 這邊要插箭塔嗎 我是覺得這邊要一系列進攻喔 這邊還是要插箭塔 OK波士這邊多按三村喔 那這跟我24P加2一樣 都是26P喔 上這個城堡時代的 OK 那波士呢是打一個比較特別的23加3 跟我們的24加2喔 其實一樣都是26P上 那這邊打法 對方的兇人是 直接轉了裝甲步兵前要 這裡可能會秒殺喔 兇人這邊非常兇 爆砍一波 弓兵繼續往前 洛瑪後面砍一下 先砍弓兵 沒錯 波士這邊弓兵打得很好 裝甲步兵繼續往前 去防守一下自己的弓兵 砍掉了一隻洛瑪 好 裝甲步兵打完洛瑪之後 趕快去打箭塔就行了 後方的弓兵被射掉 沒有關係 趕快扁這個 對這個趕快扁 裝甲步兵趕快拉走 不要往前 往左斜的 啊 死去了 OK 這邊呢全部的兵就會上來 上面硬打 把這坨兵給解掉 這個就是 一個很好的防守方式喔 那安迪呢 這邊打得還算OK喔 這個箭塔 雖然下的有點稍微慢了一點點 戰損損了三村喔 但至少他這邊城堡時代 已經順利UP上去了 待會城鎮中心的效率 又會再提升一個檔次了 所以這個村民差距喔 應該很快就可以彌補回來 好但是現在門戶大開 對方小宮一直在家裡面繞 那這邊要防守喔 就很簡單喔 直接轉出馬舟 好打那個 打那個叫什麼 騎士單位 打回去就好了 飛機人家是封建時代喔 其實經濟上來說 並沒有這麼的 並沒有這麼的有優勢喔 4NEW STYLE的冰種呢 他的經濟是 可能現在是比他好 但是他的冰種呢 是比較弱的 哇這裡有一村嗎 哇 四村 波斯開局掃四村 但是他現在沒有下軍營喔 所以先要先前置一個軍營 然後才能下馬舟 這邊波斯是想要先趕快挖出100石頭 去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喔 打出經濟差距出來 飛機自己的村民損失這麼多喔 那大會可以補的位置 可以考慮補這裡喔 或者是補下面這裡 都可以 而且他補在正面 直接用城鎮中心防守 這個位置就很大膽喔 因為你明明知道這裡是門戶大開喔 然後工兵也會進來 而且還補在這個位置 殘血的村民可能會先被收掉 哇 又被收兩村 減六 減七 波斯 開局 十七村 所以說 修人這套打法我其實蠻喜歡的 他這個不算是開稿招數喔 他是一個打一種封閉式地圖 像什麼 長身之處啊 或是這種超級隨機木牆的部分 四裝甲 配上弓兵 劍塔前耀 這是一個蠻厲害的打法 那通常可以直接秒殺這個 黑跳層的玩家 但波斯這邊黑跳層喔 他的跳層上去的P數 算是蠻早期的 就可以稍微避免這種情況 但是你看稍微被避免 他還是被殺了七到八村 所以為什麼黑跳層這個戰術 現在被有點淘汰了 就是因為他的穩定性不夠穩定 拿到正式比賽中使用 有點看情況才可以用 這個比例來說還是偏少一點 那主流打法還是 穩穩的封建打一波架 然後趕快再升城堡時代 這個是比較安定的 穩健式的上城堡時代的方式 好 那安迪這邊是直接被招 好 不知道 直接拿出老頭開招 而不是出馬舅 哇 這邊被斷招降 這工兵可能是有機會解掉老頭的 對 因為他剛剛招降斷掉 重新招降 OK 兇人這時候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直接在前線補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然後三射箭場直接轉馬功啊 這個打法超級銜接 兇人這套戰術的 那我們在其他影片裡面有提到 通常遇到馬功果 看到三射箭場 你就可以意識到 對方可能是要轉馬功了 那現在也有可能不一定是馬功果 可能什麼 越南之類的也最近 天梯上越來越多人在打馬功了 馬功出來 很難纏喔 這邊用老頭也不太好解 因為射程方面 九射程對上六射程 畢竟是差三射程 走個三步就可以著想 差點被打掉 這個老頭 偷車繼續往前 這個閘 差點又要死村啦 對阿波斯村民術又站起來這裡 先 OK 趕快用頭子車修理回去 小心 小心 這個頭子車 哇 好挑 他最後沒有繼續硬追 他這裡可以滴出去 對 從右邊這裡打 這邊就可以直接上高地了 那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不用太在意 這個木牆到底有沒有動 因為 你基本上上面已經有個洞 自己再多開一個洞 好像也沒 差別到哪裡去 那你多開一個洞的話 就可以自己出去喔 會有主動權 像這樣子 OK 這個修的灰化 漲了一發 兇人這邊閃掉 離陣 OK 完美 這邊躲掉之後 波斯人 稍微解除了一下 投石車的壓力 那波斯人對於生頭戰術來說 是有 是比較難克制住的 因為對方的這個投石車 是沒有辦法點下救贖思想的 波斯的老頭是稍微弱了一點的 但一般招想的情話還是可以用的 而且後期 波斯也可以轉出這個 波斯戰象 進行反制 那現在波斯現在石頭被控 所以要轉出大象來說 是比較困難的 看要不要直接轉騎士 或是戰毛兵 之類的反擊 但是戰毛兵 又會被投石車給反制 所以現在用工程器 投石車稍微反擊一下 好像也OK的 不管怎麼說 現在波斯人是 這個時期他最痛苦的時候 那兇倫為什麼不把這個馬弓 到處跑來跑去騷擾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要防守 這一台投石車 投石車很怕波斯轉出騎士 直接剪掉 所以他的馬弓 一直在這附近繞 沒有去往後面開始騷擾 好 這邊馬弓 稍微點掉了一些村民 投石車再賽事反制回去 真的覺得玩波斯喔 投石車控得好 農上去也沒煩惱 這個真的是一個口訣喔 好再來一發 高打低一發打不掉 畢竟傷害比較低一點 你看 就算贈重紅心也減不掉 高打低的效果 太強了 低打高 你要打兩下才能死一台投石車 挺不划算的齁 好 下方馬弓 好 點掉了上方投石車 下方馬弓進來看到奴炮 被串燒掉了一隻 這裡馬弓可能要再繼續燒了有點困難 會被串燒死 哎呀 再一發 殘血 受不掉 啊再一發 天啊 血量全部殘掉了 雙輪這邊後面也可以補一個修道院喔 用個老頭來補血一下 也可以稍微反制一下對方的騎士來拆投石車喔 OK馬上都補了 看來 我們這些 彎舊的玩家 都知道什麼時候該補修道院好不好 所以前面補一個修道院 真的不錯 一舉兩得 可以補馬弓 又可以招強騎士喔 這就是我們在之前的一篇波斯影片也提到 波斯對於這種生頭戰術來說 是非常難解的嘛 那這種情況你只能用大量的槍兵喔 或者是打大量的騎士喔 直接A過去才有可能打定 用自己的城鎮攻心的工作效率的經濟加成喔 用經濟制裁對手 也是一個 對波斯來說不錯的決定喔 這樣講 但是這個方面就是很 有點兼顧自己的邊開農 然後邊打前線的一個 多線操作 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好 安迪這邊找到一發 預判成功 哇 這一發大碗的 只剩他15隻 馬弓 剛才把他還有20幾隻 好 那兇的這邊一直按馬弓 經濟其實沒有很好 那他要怎麼反制這裡的工程器呢 其實一樣就是用投石車 投石車多按 多按一點就好了 那看起來 他的這個馬弓喔 數量還是想維持在20隻左右 20隻的馬弓喔 會比較有威懾力一點 打騎士會比較快 好 再人投石車繼續來 好 砸一發 哎呀 殘血躲掉 砸一發高打低 半血應該換掉喔 因為這個血量已經殘掉了 好 想要用馬弓硬點 有機會被修回來嗎 往前 預判 又找到一些 哇 真的波斯 玩投石車 真的是很濃 投石車要控的很 細節 細節 好 二級馬鎧準備up上去 這邊再稍微補一下血量 拉不回來 投石車還是打到一發傷害 這邊直接硬解 解掉了 哇 但是又吃到一發馬弓 血量好殘啊 只剩下13滴了 喔 13隻的馬弓 好 馬弓上變少了 騎士開始來補一點傷害 投石車也砸到一點馬弓的血量 這邊殘血用弩炮加上騎士角 其實解的很快 但是馬弓高達低的傷害實在太高 解騎士傷害還是不錯 好 這裡老頭 趕快要繼續按出來了 但是 雙人這邊有點缺金喔 狂技配的是非常多 木頭也不能太少 好 開始用騎士加透車解 這個就是波斯常見的解生頭戰術的方法 往前頂 再繼續往前 再收掉一隻殘血了 哇 這是有刻意去點殘血的嗎 啊 這個血量都是基本上是血多的了 殘血都被點掉了 這個馬弓數量變到這麼少 影響力越來越差囉 好 那波斯轉出騎士來就意味著 他沒有辦法高速上帝王 但我覺得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喔 因為波斯高速上帝王 能打的東西也並不多 就只有這個薩瓦爾 還有這個波斯戰相 還有巨頭可以用 所以這個時間轉騎士出來 我覺得還OK喔 並不會太差 只是一直有點在下水餃 就不太好 這個一直一直是過去送 你至少累積個5到7隻左右吧 再往前吧 一兩隻隻往前送 是看不起凶人的馬弓嗎 我覺得有一點喔 有點看不太起對方馬弓的感覺 一直在往前送 好 那凶人這邊可以找個機會 去補下自己的 大血 欸 結果波斯這邊 居然有溜了騎士進來 不知道從哪裡溜進去的 難怪凶人剛剛操作喔 有一些怪怪的 我想說奇怪 他都沒有在控的感覺 好像是在家裡喔 有這個騎士在騷擾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 很專心的在控前線 好 這邊騎士再次上前 好 這次三隻騎士 數量越來越多囉 好 但還是被解掉了 騎士 數量一直在送 但是波斯經濟現在非常好 116吋對上108吋的凶人 那說 經濟很好 也沒到非常好 大概稍微理先一些而已吧 稍微來看一下 現在經濟狀況 對 稍微理先一些而已 300 因為BJ喔 波斯剛剛一直被TC壓制喔 經濟 真的沒有辦法到很好 所以凶人這一套戰術喔 其實我也蠻推薦的喔 大家如果要學開口戰術的話 這種戰術會更 對你爬分來說會更有幫助一點 穩定性會更高一點 比較容易接續後面的經濟轉龍 或是壓制喔 你可以獲得前期秒殺人的對手機會 也可以獲得獲奇的開龍的打法 就是強軍士 然後馬攻 壓制對手然後開始轉龍 這套打法也是 我覺得勝率很高的一個方式 至少不是那種賭博性質的喔 直接OE一波我什麼都不管 也不管 也不防對方正常開局 什麼的 畢竟一套戰術裡面喔 你會被正常開局壓制的話 那這個戰術是沒有辦法很穩定 往上卡分的 那這一套凶人的話 就還OK喔 這個裝甲的話 可能不用出到四隻喔 三裝甲 然後 配上開局的肉馬 然後小弓前壓 好再試情況看 要不要插劍塔 如果前攻失敗 前壓失敗的話 進塔就不用插 好直接轉成功兵 稍微壓制 然後 升到車寶時代轉馬 這個還不錯的一個打法 好 那波斯這邊是升到了帝王時代 凶人也是喔 兩邊都已經點到了 那這一波 騎士開始往前壓 把這邊所有的建築物拆一拆 也OK 好 現在換成波斯的回合了 那波斯 那是 要怎麼打呢 凶人 凶人這邊的打法 就是直接打槍兵喔 加上遊俠 我個人認為 應該就蠻足夠的了 凶兵 凶人是打這個馬弓也OK 但是他現在沒有正面部隊喔 會有點難防守 而且馬弓這個單位其實也蠻貴的 槍兵遊俠配馬弓 那如果不打遊俠的話 就是馬弓配槍兵 也OK喔 這個簡單配 就可以有效克制波斯現在的配兵組成 兩邊都升到了帝王時代 波斯第一時間升級了 重裝騎士 哇 TC越開越多啊 5TC 然後把城堡椅往前開 左邊這邊也要稍微控一下 所以想要先優先進攻 但右邊的凶人是沒有城堡的 好 倒退也往前 好 這邊波斯在等薩瓦爾起兵的升級 薩瓦爾起兵的話 他的升級造價比遊俠便宜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波斯人 現在術生這個薩瓦爾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等一下城堡科技 這個遊戲裡面好像叫波斯城堡的樣子 波斯城堡點下之後呢 城堡就會發出炮彈 這個子彈射出來 這個防守能力一級棒 而且他還可以減免額外傷害 減免25%額外傷害 這個巨頭打他也比較沒那麼痛 而且對步兵跟衝車還會加3.3 所以你想用衝車來攻城波斯的城堡 算是一個不太明智的選項 那下面在薩瓦爾升上去之後 遠防到達8點 這邊兇人的話就很難打 因為兇人只有11點 加上化學 還有這個重裝馬功 7加4的一個傷害 那打這個薩瓦爾的話 沒打一下只有3滴血 非常的癢 但我記得他打喬主只要兩刀 但是打馬功 不知道有沒有額外增傷 待會來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一下 好痛 好像有增傷喔 因為工兵 馬功好像也是有工兵屬性的樣子喔 但我現在沒那麼痛欸 好像要4到5刀的樣子喔 OK 打馬功大概5刀左右 4到5刀 當然是只有打步工兵才有外增傷 我的馬功是沒有增傷效果 好 這邊用這個窄口堵住薩瓦爾騎兵的進攻 馬功在後面繼續夾了起來 這一波薩瓦爾給的壓力非常大 兇人沒有轉出槍兵 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還要轉槍兵喔 這個馬功先不用升 沒關係 或是放在家裡 放在城堡都OK 還要轉大量槍兵出來就行了 雖然槍兵沒有3級的工兵鎧腳 但是現在或是沒有工兵大量的 趕快轉出槍兵來擋這個薩瓦爾 更比較好 好防守到城堡裡面 這個馬功不要再秀了 你月秀只是被對方秀而已啊 這邊兇人應該是GG私密打 看起來薩瓦爾這一波衝鋒打得非常漂亮 瘋狂前壓 右邊城堡繼續輸出 打出了GG 這個槍兵部分來不及成型喔 就會變成這樣子喔 所以剛剛在這個時期 你看到對方歧視這麼多時候 就應該要趕快去升槍兵的升級 馬功就稍微按一下喔 科技可以先暫時不升 這個射程 搞定神經神就好 好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波斯拿到了15的勝利 但經濟的效果並沒有到非常好 畢竟兇人打的一個是強軍事前壓 所以有稍微壓制住波斯的經濟效益喔 那看軍事的部分 軍事的部分是波斯拿到1.97 一個單位可以打贏兩個單位 那兇人轉出的馬功能 只有打到0.51 畢竟波斯前期的頭石車跟奴炮 這個強大的單位一次可以解掉非常多的馬功 所以這KD看起來非常漂亮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